真相 这是我在山东打工时 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那时候在一家工厂上班 早上我签了道 正在干活呢 族长走过来 问我有没有看到李平 李平是和我一个宿舍的 我知道他在头一天 晚上参加了生日聚会 喝得多了 回到宿舍都凌晨两点多了 可能现在还在睡觉呢 我和族长正在说话呢 族里的赵刚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说是李平出事了 说是李平跳楼了 这可把我们都吓坏了 我和族长一起去了出事地点 李平已经被救护车 送到了医院 我和族长又赶到了医院 庆幸的是我们宿舍在三楼 李平跳楼的时候 又被树枝接了一下 做了个缓冲 只是受了些擦伤 医院已经给他做了处理了 说是要留院观察一下 族长看李平没什么大碍 就开始埋怨他想不开了 做什么傻事的 说到跳楼的事 李平一脸惊恐 声音颤抖的 说不是他自己想跳楼 而是有人把他推了下去 李平说他晚上 参加朋友的生日会 因为喝得开心了 喝了很多的酒 在散局的时候 没有顺路的 就一个人往厂里走了 如果是平时 他应该坐公交车的 但是那会儿已经一点多了 早就没车了 打车他又舍不得 心说反正也没多远 走着就回去了 还能省个车钱 就这样 他一步三晃地往回走 在回厂里的路上 有一段路正在施工 竖着一块警示牌 他因为喝多了 也没有看清 想要迈过去 结果脚背绊了一下 扑通一声摔倒在那儿 疼得他是直骂娘 可是 等他看清楚了眼前的场景 不由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他前面 有一个几米深的大坑 如果他再往前一点 就会一头栽下去 不死 也得残废 虽然是受了惊吓 可是李平的酒 还是没有全醒的 他看着深坑 火气就上来了 惊吓之余的李平大怒 咒骂着挖坑的人 为了泄愤 他随手把警示牌 就推到了坑里 发现了一通之后 李平觉得心里舒服得多了 可是心里舒服了 胃可就不舒服了 他连蹦带跳的一折腾 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要吐 他跑到一边 扶着墙根 哇哇地吐了起来 他正吐得难受呢 听到身后有摩托车的声音 有远极近 他突然一个机灵直起了身子 那辆摩托车 在他身后急驰而过 他想提醒已经来不及了 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那辆摩托车 冲进了深坑 李平快步跑到了坑边 他往下看了一眼 就傻了 骑车的是一男一女 此时倒在坑里一动也不动了 看上去是受了很重的伤 身上有很多的血 李平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那里 偷偷摸摸地回到了厂里 悄悄地回到了宿舍 他躲上了床 确实不敢睡 一闭眼就能看到那一男一女 站在自己的面前 一直挨到天亮 同事都起来上班了 他才浑浑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是他没睡多久 就感觉到有人站在了床边 他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有人站在他的床边 就是那对摔死深坑里的男女 那对男女周身试血地 向他靠了过来 吓得他缩到了床角 随后那个男的怒气冲冲地 就向他扑了过去 李平在床上一滚 躲闪了过去 那个男的扑了个空 而那个女的躲在了门口 李平出不去 只能是逃向了阳台 他是慌不择路 忘了阳台根本就是无路可逃的 他往楼下看了看 宿舍在三楼 如果跳下去 摔不死也得摔个残废了 李平记得不行 那一对男女已经追了过来呀 把李平围堵在了阳台上 让他无路可逃 那个男的用力把李平推了下去 李平想躲 已经是躲不掉了 身体失去重心 从阳台上跌了下去 在他下落的时候 看到那个男女 在阳台上对着他发笑 李平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是没想到 在下落的时候 掉在了树上 树枝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让从三楼摔下来的李平 免于一死 虽然是没摔死 暂时带疼痛和惊吓 还是让他失去了意识 他在昏迷之前 看了一眼阳台 那对男女已经是不知去向了 李平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我和组长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李平的话 因为李平在讲述的时候 还是满身酒气的 可是他说的如果是真的 那事情可就真的很严重了 我和组长在厂里请了假 找到了李平说的那个修路的路段 一打听确实有一男一女 骑摩托车 掉到了坑里 但是那对男女并没有死 只是摔得比较严重 被人发现之后 就送到了医院 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我和组长又打听到了 接收那对男女的医院 我们决定到医院去看一看 没费多大劲 就问出了那对男女所在的房间 护士说那对男女送来的比较及时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有一些擦伤 我们两个找到了他们所在的病房 原本我和组长是想把事情弄清楚的 看看李平说的话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是结果事情不但是没有弄明白 反而让我们更糊涂了 那对男女并没有死 那么李平说他被男女的毁魂 推下阳台 又是怎么回事呢